大家好,我是文哥,今天是2023年1月26号的下午 刚刚这个看电影回来 大家知道啊,这个春节档老模子的电影满江红 获得了很好的口碑,我也就去看了一看 刚看回来啊,这个情绪还在这个电影的这个回忆当中 那么最让人感动的是什么 这个故事整个整个最后到了一个爱国的这么一个层面 是吧,大家都知道,金钟报国 岳飞啊,然后最后上升到这么一个爱国的主题上 或者层面上啊,这个老模子的电影真的让人 我也没想到啊,是这样一个 这个故事一直这样啊,逗逗笑笑 然后最后上升到这个上面 那么谈到爱国啊,那么我今天也是想 想聊聊这个话题 我们一起来学习啊,我也必须能说得清楚 谈到爱国,那么有几个概念 我们要清楚,作为我们民众啊,你现在说你是不是公民 我们是不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公民 是,那我们就应该了解最基本的一些概念 我们应有的权利,我们为什么要爱 爱的出发点在哪里 哪些是有条件的爱,哪些是无条件的爱 哪些是需要我们作为公民有责任去指出 或者是提一些建议,或者是监督,这都是我们的权利 这就作为公民一定要搞清楚 如果说你不是公民,那我就不谈这些事情了 那么好,有三个概念我们要澄清啊 第一个我们说的是,经常说的是国家 这两个字,国家 然后有个概念说什么呢 就是祖国 然后说什么,说的是政府或者叫政权 英文有三个不同的单词,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你看中文这三个单词 这三个词有时候会重叠,意义会重叠 那么我们说国家 我们叫这个country或者叫state 这都是讲国家的概念 然后我们说祖国,motherland motherland 母亲的土地 我们说政府是government 是吧 所以这几个三个英文单词它分得很清楚 那么我们讲国家 国家是个什么概念 国家是一个政治概念 国家怎么产生的,对吧 国家是一个政治概念 谈到国家我们都会说 某某国家 人口 土地面积 是吧 地处在哪里 它是怎么样的一种 呃 我们说的 战友吧 或者是怎么样一种啊 就是我们会很 首都在哪里 对 呃 政治中心啊 等等 就是我们会很 呃 呃 官方的能够去 知道这个国家大体的状况 是吧 多少个民族等等这些信息 所以它是一个政治概念 政治概念 我们就要政治去解读 对不对 那么 祖国 它是一个文化概念 我们说到祖国的时候是 呃 很自发的那种情感 它是一个 让你没办法去割舍的 那么这两者之间 我们经常说的一个什么呢 就是 在外的 比如说美籍华人 啊 或者是英籍华人啊 这些你看 他们在表示的时候说 我的 国籍 国籍 注意啊 是美国 是英国啊 那么我的祖国是哪里呢 是中国 大家注意他的表述了啊 所以 国家有一个国籍 你拿了这个国家的国籍 那你就是这个国家 有个代表 是不是 有一个这么一种归属 祖国不是这样的啊 祖国是你 你自己的那个文化 你你你自己清楚 你热爱那个那个文化 你认同这个文化 所以它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一个人 他的祖国 他的国家 可以不同 这个我们 一定要清楚啊 这个没有什么可 今天这个社会 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看成什么 地球人 一个人类 整个地球 已经没有说 你非要是哪的人 我可以自由的做 我想做的那个 哪个国家的人 但是我的祖国只有一个 那么我们讲了 国家跟你的关系 是政治的意义上那种 你可以认可 你可以不认同 如果这个国家 保护不到你 迫害你 让你不能够愿意 待在这个国家的时候 你怎么样 你可以逃离 这个历史上有很多很多 所以它是有条件的 既然是政治的东西 就是有条件的 但是祖国 你是没办法去割裂的 因为它是文化认同 你永远不会说 我恨我的祖国 这个很难 很难恨起来的 是不是 所以我 我讲清了没讲清 我不知道啊 大家要非常清楚 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人 首先是独立的人 我们有自由选择 自己的国籍 的权利 有些国家还承认双重国籍呢 是不是 所以很多东西啊 我们要清楚 我们是个地球人 我们有选择 如果你有选择的权利 好 第三个我们说到政府 或者叫政权 这个是什么概念 这个不要跟前面两个混淆了啊 一个国家 政权是有更替的 政权是由不同的党派 在轮流 执政 来管理这个国家 我们不能把政权 政府啊 跟这个国家等同 这个往往我们在之前接受的所有政治课以及政治教育当中 我们可能都把三者再重叠 让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 我们到底是爱政府等同一爱国家 爱国家就一定要爱政府 这是完全不同的 啊 完全不同的概念 那么这个政府也好 政权也好 它是一个 我们选出来也好 或者我们以谁让的形式 对吧 就是他帮我们在管理这个国家 他们在互相更替 如果不更替会不稳定 不更替会不稳定 因为党派这个东西啊 到一定程度他就会膨胀 你让他无限的去延延续下去的话 有时候真的不好说 会发生乱 你看我们这个几几千年几千年来的这种朝朝代的更换 就说明这个问题 你不可能是永远永远坐着这个江山 最后就出现了什么 以革命的方式去推翻 这是不愿意看到 人民是遭罪的 所以讲到今天来讲啊 今天来讲 我们要清楚 我们每一个公民 你有怎么样 建议批评 政府 的权力 而且你一定要这么做 否则会滋生腐败 官僚 因为他没有人监督了嘛 当他权力在手的时候 他一定会 膨胀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概念 一定要搞清楚啊 我们有的时候经常 很多很多人可以说 包括在网上的这种 无端端的互相攻击 都是把这些概念没有搞清楚 一反政府 一提什么建议 一对社会 所谓的负能量的这种 说出 就会扣上什么 不爱国 你觉得 当你明白了这些东西 三者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你不要给别人扣什么帽子 你不要给人扣什么帽子 这是完全根本 扣不上的事情 你自己都没搞明白 你给别人扣什么 你把政治的文化的 和以及这个 被选举出来的这些概念 你全部都混淆了 你随随便便的把人就是 以所谓的 爱国的这种名义啊 等等去打压别人 这都是不对的 我不知道 我到说到 说到这会儿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清楚 作为一个公民 你一定要明白 国家是个政治概念 祖国是一个文化概念 政权或者政府呢 是我们作为公民 选出的某种政党 然后他们怎么样 去管理这个国家 他们是可以交替轮换的 交替轮换 对我们大众来讲 是一个福祉 而不至于造成更大的腐败 或者错误 所以这里我已经基本上讲清楚了 基本上讲清楚了 我们怎样爱国 要理性 爱国爱什么 以及我们的祖国 在我们的心中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 那个张小敏唱的歌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 不管我们什么身穿洋装 这个祖国永远在心中 这是唱得非常对的 所以我今天说了这么多 因为是看完电影 满江红 一个是建议大家去到影院去看 挺不错的 一个是我们看完之后 我们作为每一个公民 应该清楚 通过学习应该清楚 我们该做什么 而不要怎么样 把这个爱国泛泛化 然后又有些东西被人利用 然后自己也搞不清楚 就随随便便 不愿意听到那些反对意见的时候 就指责别人 不爱国 这都是不对的 好了 谢谢大家 新年快乐